日本的大地黨之後 台灣的這個財政手段 還可以來喝到這個大地黨 這個海嘯的影響 讓我們台灣的民眾很煩惱 之前台電在這個立法院 來做補給時有來支出 說這個財政手段 可以來抵抗到規模白的地方 跟十二共手段的海嘯 不過今天有立委 提出一份民國七十二年的補給來支出 台灣才有可能會發生 這200年一次 管二十四共手段的海嘯 所以這立委我們要批評這個台電 是我們沒有暗截海嘯的研究的資料 雖然台電表示以那個人的市場來說 如果海嘯的設計 是整個白的地方 可以連十二共車的海嘯 更是早在民國七十二年 都有一份海嘯的研究資料 海嘯的觀察可能不會這樣 28年前所做的這個報告 核四場的海嘯事實上 可以高達24.8英 那根本就完全淹沒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核四場的設計 跟核一核二核三不一樣 我們的主控制式跟緊急冷卻系統 是在地下室 目前國科匯跟中央地貼舍研究 都支出台灣有可能的發現 幾個大大人也有可能 他們去大海嘯 在我們台灣東北角跟西南部 正好是最放大的時候 東北角跟西南部都是核電腦的所在地 都是核電腦的所在地 沒有錯 海嘯來會放大 台台地這海九州 23年以28年前所做的海嘯模擬 只是簡單的計算 研究的方法真錯 也沒有自己海底地形來做民國 所以他建議台地 應該中心占對海嘯來做研究 目前國科匯跟台北 也已經混變 來啟動海嘯模擬研究 以示的核電腦附近優先來進行 以及最近百年後就有結果 記者當時跟培耀做台北報道